Zither Harp Always do 没理由 就要你做我女友 谁都没机会 就要折去你的心 不会拒绝我 So where are you Cons are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 你才就是人群里的朝天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我 那认真不确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 girl for 当你听完之说歌 是你的独白 因为不用再爱我都知道 时间过得是快了 你说当时 还是我跟妳弄进公司的是吧 当时我看你那扔劲 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也算是跃人无数了 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号人 我看你 就是不一样 能成大事 不过说真的啊 咱们这郑伯旭啊 那可是 超级大迷信啊 小先生 多少经纪人盯着呢 都想带 我全给栏门外了 陈总那儿我可没少时间 你行李游说 刘总大胆大德 莫齿难忘 以后真真做得有什么不对的 尽管打尽管骂 随便说 打呀骂 又不是黑热会 这是 我别说打了 骂我都舍不得 是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这刚刚接手头上了一摊的事啊 又刚到这个公司里边你也知道 这行啊 一定要记住 谦虚谨慎 到时候还有很多要教你的 你像我呀 余总啊 余总啊 知道你生殖的事吗 那我是不是要先去跟他打个招呼啊 你看你又来那个愣劲啊 愣劲啊 报喜的事我去 什么啊 该知道的知道 不该知道的 什么都不知道 contributes 你提供很多都不跟她说 来 马总 怎么样 新环境还适应吗 不适应 很快就会习惯的 人往高处走嘛 现在再让你回到大厅去 你还真回不去了 您坐 这次你让郑伯旭重新扭转人气 我跟陈总都觉得你是个人才 而且你看 陈总不是有意栽培你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郑伯旭由我亲自带队 我 你 还有经济总监郁红 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组织 重新打造郑伯旭 我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 影视歌三期的一线巨星 同时我也跟陈总立了军令状 我要让郑伯旭 为公司年产值 给我创十个亿 有信心吗 有还是有 珍珍 珍珍啊 其实这些啊 都不是最重要的 一个艺人想要成功 他的团队 一定要上下其心一名 现任公司里有些人 对郑伯旭颇有为辞 我希望你不要被洗脑 好 你把郑伯旭近期的通告 发给我一番 好好工作 我让你让银嘴 我叫车 护士姐姐 你有看到我的助理吗 你说的是 一直照顾你那个小女孩 是吧 你刚睡着的时候 她那个说公司有事了 然后我今天就不过来了 好了 换完了啊 来 姑爷 你什么时候做好 我快饿死了 咋这么多难吃 别催了 现在是关键程序 再等等 那我先来帮你啊 别进来了 不要偷学我的秘方 珍珍啊 别等了 换点馆子去吃饭 没错 还秘方呢 我一听古老头说这秘方俩字 我心里就直犯嘀咕 一会儿他说不定 端上什么东西来 我看咱快逃吧 我可吃过这秘方的亏 这个秘方只许说好 不许说坏 还要你一口气吃完 这古老头啊 忒霸道 强迫顾客吃他的黑暗料理 我呀 就要一点花生米 齐了 对呀 好 你们几个少在外头编排我 今天呀 这可是道大菜 除了珍珍谁也必要吃啊 珍珍 过来尝尝我研发的新菜 虎爷 你还玩过乐队呢 哎呀 他还在玩乐队 我要看了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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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什么呀 哎呀 还没有起名字 你先尝尝 尝尝 用喝呀 来 太黑暗了 这拿妹珍珍 还居然可以带生化武器进攻 就是那种敌人一吃就立马倒地是猛 我说什么来着 是啊 郭老头 你不让我吃啊 我这回再谢谢你一回 食材都挺好的呀 不会这样啊 好 明天改良 改良 你千万别改良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也就这样了 也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你回头还是赶紧把这菜补忘了吧 你都说不好吃了你还吃 那虽然味道难吃点 但它营养总是还在家 不能浪费 哎 我想好了 这道菜的名字就叫 经济人生涯 你别杀我 经济人有那么可怕了 可不是吗 真真的啊 你上班没多久就升职了 按说那是好事 但是我告诉你啊 经济人呢和助理可不一样 我以前也认识几个音乐圈的朋友 听他们说 经济人呢需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脑子转得比风扇还快 你行不行 那就是你不看好我了 那倒不是啊 我说过 你心里有股劲嘛 能干大事 我只是想提醒你 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以后你见的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忙 越来越多的事情呢 也会找上门 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是好事 你处理得不好 变成坏事 跟着做菜一样 你明不明白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回去当我的助理啊 光脚胎把他创写的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小小天 是怎么回事 年轻的时候了 年轻嘛 就好奇 就什么都想试试是吧 行吗 吃吧 别浪费啊 别浪费啊 走 露露 小蕊哥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人哪 这不你这两天出去跑东刻了 他们就都不太伤心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盯紧点 这事我也没有办法 咱们好长时间没有活干了 工资还一直拖着 他们都觉得看不着希望 所以 健哥呢 健哥这两天出去跑投资了 好几天没抓住人影了 孙雅哥 这今天没有人 咱今天还练吗 练 我陪你练 行 那我去换练功夫 好 夏元 夏元 你怎么来了 去哪儿了 我今天一上午都在跑 跑完了税务局又要去办社保 现在马上年终了要报税 还要给他们办三险 又是一大笔开支 也不知道杨静怎么办 你呢 你上海那个通告怎么样 通告是跑完了 但是薪水还没有结 还需要让你催一下 我知道了 我现在一听着催况我就脑子大 你知道吗 现在欠钱的都是爷爷 收钱的全是村子 其实 就算他们钱打过来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都是被水抄袭 也是 我现在还挺通气阳间的 也不知道能怎么办 对了 有件事我还一直想问你呢 你是不是要去星空娱乐呀 他们是想让我过去 但是我还没有同意 你怎么知道的 你猜呢 你觉得我怎么会知道 再说了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现在全公司的人 都得想退路嘛 不过说实话 如果星空娱乐 真的找你的话 我倒觉得是个好机会 子睿 这半年你跟着我看 受了不少的累 我用这杯酒 向你表达我的歉意 其实我都想过 我美国那帮搞IT的哥们 估计是一时兴起 想搞什么跨行业创业 但是现在此一时彼时啊 希望一降低 又没见到什么成效 大家都很熟 后续资金看来是没有什么着落了 我们很难再去坚持下去 骞哥 其实没有你想得那么早 我去星空娱乐谈过了 他们永远要跟我合作 星空娱乐 人家是大公司 行业的储窍 咱们拿什么跟他们合作 他们所谓的合作就是歼辩 想一口气把怒放给吞了 你们两家合作的话 你也是股东 我记得你第一天到怒放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我为什么要做音乐公司 其实我在美国搞IT 年薪一年几十万美金 我生活得很轻松 我回到国内 孤身一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里面创严 我累得跟挑狗一样 还要看所有人的眼色 我凭什么 还不是我一份热情 我对国内的流行音乐不满意 我想做出能跟欧美 比肩得有灵魂的好音乐 可能我太过于理想化 空有不共享 没有操作能力 而这梦想 也只能是一个梦想 醒不过来的梦 要是怒放 被星空娱乐手拿了 在他们的架构和音乐理念下操作 那怒放 跟现在其他的音乐公司 还有什么不同 子菲 那你说我还有什么必要 再继续坚持下去 你别了 干吗呢 干吗呢 这么多资料啊 这么多资料啊 不会吧 杨真真 你全扛回来了 不显成啊 怎么不在公司里扛完啊 你以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我得尽快把他们全部看一遍 要尽快熟悉其他公司的 艺人情况 经纪情况 还有各种商业 还有广告信息 经纪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加油啊 但看你精力还挺好的嘛 干劲十足的 我都已经快同婚影花了 加油 加油 夏老师 干吗 夏老师 你能帮我指导一下我的奏型吗 从今以后要经常出去跟人谈项目 总不能像小助理那样随便了 杨真真啊 你终于开窍了啊 之前是谁老说什么 化妆伤皮肤我不化我不化的 现在知道导致自己的重要性了吧 行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 来 让我先瞅瞅 不错不错 底子挺好的 请我手改造改造 绝对能够量下正不许的状态 对了 我们公司可能快歇菜了 这么快啊 对啊 因为杨健她的标准太高了 但是能力太差 但是她又不肯降低标准 首轮投资已经被好得差不多了 反正现在每个人都在想退路 那余子睿怎么办 你就记着你家余子睿 她不是由你们公司接手吗 她没有完全表态啊 磨能两可的 是觉得她在帮杨健想退路 可能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杨健对余子睿是真的是特别好 在音乐上呢也特别尊重她 说一定会保持她的风格跟独立性 包括通告 只要余子睿不愿意接到通告 杨健是绝对不勉强她 你知道吗 立即多想砸钱余子睿啊 杨健为了不让余子睿受委屈 给多少钱她都不要 那我跟你讲 要是我有这样的老板 打死我也不怕 反正她们两个啊 倒真的有点 视为置计折死的感觉 惺惺相惜的 不过如果她们俩再这么下去 肯定也得抱团饿死 杨健这个人是挺好的 就是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啊 那余子睿不是很矛盾吗 可能吧 对 但这个时候是你最好的时机啊 变变 你知道吗 在男生消沉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什么 反正你 最需要的呢 就是一个特别温柔可爱 来 笑一个 对 就像你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生 在她旁边听她倾诉 久而久之 你们两个人就会 也不能说日久生情吧 反正呢 她就会把你当成红颜知己 你呢 也会成为她平时 最想倾诉的那个人 这不是趁人之威吗 怎么说话的 怎么一到你嘴里 说出来的话都这么奇怪呢 方总 你这样子情伤这么低 怎么说一当经纪人啊 真为你看药 来 不用这么巧 快好了 别动啊 对对对 这样好 好了 来 看看 叮叮 我是不是当经纪人 我又不是真奥严重交际 你别打我了啊 我好像是画得有点弄 我刚才不是讲于子瑞呢嘛 下次那个我温柔点 我倒入也了 谢谢你 不是你看看细节 你待会儿看看细节 你看眼睛那儿就画得挺好的 对不对 口红钱那儿就好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又让你懂我 没事是我自己来早了 你喝什么我几点 今天给你清宫 还是喝莫卡 你怎么知道啊 你跟我聊天时说好 你好 一杯莫卡一杯大提 一杯 一杯 好 上车 看你的着装 现在越来越像一个 专业的经纪人了 宣达 你们要合适吗 不会太古巴 不会 特别地合适 但是呢 如果 我能够有一个小杀金的话 可能会很好 的确我以前太随意了 这方面还是需要 多学习一下 能给大明星 当经纪人正好 你现在发展这么好 真替你开心 不过相比之下 好像我就 比较惭愧了 这 惭愧什么 我可是放弃了我的梦想 当了逃兵过来的 那你一直坚持初心 我怎么跟您比得了 坚持了这么久 也没有成绩 不知道是不是对 不管怎么样 都不要泄气 虽然我听夏人说了 对监督方 是不是有点麻烦 好像快撑不住了吧 是已经撑不住了 那 你会来我们公司吗 从各方面角度想 应该没有礼物不去吧 你好 干杯吧 谢谢 干杯吧 谢谢 谢谢 听你的意思 不是很愿意来 任何公司 都不会有东方这样的自由度 跟创作氛围 健哥呢也非常地信任我 非常地尊重我 我最满意的几首歌 全都是在东方写出来的 我理解 你追求的还是比较纯粹的音乐 所以说有时候我也想 是不是我的音乐理念真的有问题 越纯粹 就越难以生存 就像 刘雨南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和光同尘 现在想一想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你还是应该坚持你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我觉得你只是欠缺一个机会而已 你要有一个机会的话 一定会大爆的 谢谢你啊 每一次都是你给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经纪人 所以要相信我的音乐 看来我们两个差距就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别闹啦 我竟然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希望你能连我的分音轻的 努力 加油 不破罗拉 势不还 等我真正有 达到目标的那一天 你会等我 不停 接吧 我说了今天有事不去医院 行 我马上来 你们家艺人又有事啊 感觉美好 他在我心里一直一直 怎么都忘不掉 好 进 你好 请问是剪刀手爱德华先生吗 没错 正是在下 郑博旭 旭哥 你好 你好 旭哥 你好 你好 这是您订过的京都生鲜 我们都采用了速度包装 我现在给您打开验试一下 好 谢谢你啊 辛苦了 旭哥 您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我 我其实正常 你要签名 我肯定给你带我新的时间 您看 我和我女朋友都是您的份 平保都是您 要不咱们合个眼呗 我真的太感谢你们喜欢我 但是呢 就 你看我现在在医院里面 我病成这样的拍照不大好 你就先去工作吧 下次有机会咱们再拍 好好好 我理解 谢谢许哥 谢谢许哥 慢点 好嘞 谢谢许哥 辛苦了 但是啊 那个 你 我虽然不能跟你合照 但是你可以偷看我一下 谢谢许哥 没事 拍帅点 谢谢 谢谢 谢谢许哥 慢点啊 谢谢许哥 来啊 还不错 进 三十九号床 你们下午三点到四点 有个小时的康复训练 你们准备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不想你变得憔悴 不想你变得憔悴 心一直挂念 不管多有我都想去哪里 好想要再回到遇见你的那天 你手给我吗 可我却只能看着寸流的记忆 你 有这首歌我知道 你一定在听 我会点怎样 不管怎样 你能开心就好 遇到更爱你的人 再替我陪你跳楼 保持你的笑容 你的可爱好吗 我唯一的请求 爱你不后悔 不想你变得憔悴 心一直挂念 不管多远 不想我都想去哪里 进 正好你来了 郑伯旭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最近已经开始做一些 轻度的康复训练了 基本上差不多了 那太好了 你先坐 这样 我们重新拟定一下 郑伯旭的计划 我发给你的资料你看了吗 那些都是国内著名的 演出公司和一些知名的广告商 我都看过了 也对比参考了一些 其他经纪公司的艺人情况 综合考虑我觉得 郑伯旭的通告 应该注重的是 至而不是量 没有必要天天在广告 或者是电视上露面 让大家失去了新鲜感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国内顶尖的歌唱类真人秀节目 这应该是我们推广和宣传的重点方向 至于影视剧 一方面可以在大投资的剧目中 进行一些客串 另一方面也可以参演一些小众的文艺电影 这样不仅可以磨练她的演技 还可以提升她的艺术格调 不过影视剧毕竟不是郑伯旭的特长和喜好所在 那数量可能也要控制一下 这就是一个我的大体思路 下午具体地会给您发一个PPT 看来你还真是做了功课用了心 不过你的出发点 都是以郑伯旭为核心的是吗 我是她的经纪人 难道不应该以她为核心吗 星空娱乐公司本身才是核心 郑伯旭是要为公司创造利益 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可是你让她通告的质量要求很高 数量很少 这样会使公司的利益受到亏损 这个问题你考虑过吗 考虑过 不过就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我们只有把艺人的品质打造得越好 她的潜在值和她的附加值才会越来越高 一个顶尖一线艺人 跑一次通告 就能顶得上一个二三线艺人 跑两三个月通告的效益 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有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说我目光短浅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梁振振 我告诉你 流水的艺人铁打的公司 一个艺人再红她总有过去的那天 而公司只会屹立不到 你现在整体的思路是完全错误的 你也不用发给我了 重新做一份 让郑伯旭最大限度地为公司创收 回去吧 阿总 我觉得这不合适 合不合适不是你规定的 你只是艺人的经纪人 艺人的发展和路径 要符合公司的整体需求 现在宏观的事情你做不了 你就把具体的事情给我做好 行吗 出去吧 去吧 郁总 您刚才是不是听到我跟马总争执了 您觉得哪儿是不对的 你是对的 但马总也没错 我不明白 坐下说吧 你们俩只是立场不一样 不存在对错 你呢 以前是博虚的助理 工作的环境相对比较单纯 不用操太多的心 但是你现在不一样了 你是他的经纪人 你要为他的未来做规划 还要跟各个方面打交道 其实 你刚来公司的时候 我就观察你了 你确实很有想法 有想法是好事 但很多事情 并不是你表面看得那么简单 所以你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我这么跟你说吧 以后每一天 你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跟人打交道 你的工作核心 也就是处理人际关系 你会面对形形色色各种人 他们的想法 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方式 来面对他们 但是你又不能得罪任何一个人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人 在什么时候就会帮到你 你不能等到需要帮忙的时候 再去找人家 那就晚了 我明白了 那您是所有麻草的吗 我没有针对谁 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对错 它是有灰色地带的 你呢 一个人来北京闯荡很不容易 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原则是好事 但前提是 你要学会妥协 在妥协中 在坚持自己的初衷 懂了吗 我应该懂了 我记得你来面试的时候说过 你疯狂地热爱音乐 音乐的形式就有很多种 就跟人生是一样的 慢慢体会吧 谢谢余总 监督 你 denial 就像冲浓 记忆尘缝住的时光 不要说话 眼泪随时会落下 昨天吧 啊 吵什么 闭上眼 我看见你 你手里我色彩鲜艳 一瞬间低头 张老师 今天这个扮唱有点薄吧 因为今天呢 我们只来了三个扮唱 所以其实是有一点薄 那怎么办啊 张老师 我能试试吗 你 会试补吗 试试看 再来一遍 好哦 来试试 加油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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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眼 我看见 你手里把色彩显 演一瞬间 低头开始凋谢不生 一次的生计 原来一切都是假象 我从来不敢去反开 那一夜的欢乐情像 冲斥幸福 小阳 子睿 你来得正好 上一周你去上海的那个通告的欠款已经到了 梁静让我把劳欧跟你结亲一下啊 不是不着急吧 每一次不都是月末吗 健哥说了以后来一笔那就打一笔 避免公司出什么变故扯不清楚 其实公司能冲成这样已经挺不容易了 我觉得杨健也做了挺多的 这马上公司也要交下半年的房租了 也是一大笔账 我就只能干着急也没办法啊 健哥呢 不知道 忙吧 子睿 你在啊 刚好 我找你的事 来 坐下 我呀 今天去见了一个朋友 他原来是艺人经纪 现在也在做唱米公司 公司不大 跟咱们公司规模差不多 他手下呢 有几位三线歌手 经营上啊 也是举步为艰 但是我们今天见面 有一个大的突破 横向合作 找几家音乐理念上相差不多的小公司 各自回去整合好自己的资源 然后搞一家联合唱片公司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可行 在如今的这种市场环境下 小公司只有抱团取暖 才能低于寒冬 才能低于寒冬 你说呢 都行吗 我也是在盘算啊 但这毕竟是一条出路嘛 子睿 你也帮我想想 你看 他们公司有行业背景 我这个朋友他有一个舅舅 九十年代 就带着各种有名的歌手 全国各地的走学演出 很有经验 到时候他也会过来 帮我们一起做这家公司 而我们公司呢 有人才 有歌曲储备 有引进的 韩国偶像培养的 完整的管理制度 更重要的 还有你啊 一个完全有可能 跻身一线的创作型歌手 子睿 你就是我的底气 哥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只靠一个 有丰富走学经验的人 来经营音乐公司 他会把重心都放在 二三线城市的引出上 这样我们会离主流市场 越来越远 况且 娱乐行业不比其他的 将几个精英失败的人 放在一起 不会取得 抱团驱难的作用 只会让这艘船 沉得更快 你说得对 对不起 阿哥 我又碰你流水了 哪有 监听则明了 对了 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 你那几首歌曲的小样 被一家广州的公司听了 特别买的 他们想买的 但是没听过你的同意 我也没敢答应 所以呢 我想问问你 关于麦格的事情 你是怎么想的 哥 那我就直说了 你知道这几首歌 对我有多重要 如果将他们卖个小公司的话 就是石山大海 不会做出任何的场景 对了 况且 他们能够给的钱 也仅仅只能够让路放工资 再维持两三个月而已 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但是哥 我是真的很看好这几个 我相信如果经过包装的话 他们是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的 所以对不起 没事 没事 你说得也对 你刚才跟杨健说的那些话 我都听到了 这么说会不会太直接了点啊 容易伤到他 但有些话总是要说的 不过也是 我听杨健这么说吧 也觉得不靠谱 路放的经营不成功 其他几家小公司也是一样的 所谓抱团取暖 只怕是几家失败的公司 挤在一块 他不能相互依靠 只能比起拖累 这样传承得更快 没错 你也看明白了 所以说呢 不管是路放还是一个歌手 想要出人头地 还是要跟大公司工作 你是说星空娱乐吧 那家公司 确实是唱片界的航母 而且珍珍在哪儿 她肯定能放上你 其实我也没想到 珍珍现在啊 能这么厉害 对啊 都好啊 你慢点 让你用拐杖你又不用 你真把我当残疾 我用那玩意干什么呢 再说 你不就是我那拐杖吗 你慢点 慢点 在你眼里我就是一工具 对啊 发现你就是工具 用不特别顺手 换了还不及呢 别动 不行了 对我说谎 为何隐藏 都不重要 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 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时间 没有你的时间 很冷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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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从前你的依赖 我只想你的双手 一直让我却折 我们的温暖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想念从前你的依赖 想念从前你的依赖 可现在能做的只能为你祈祷着 我只想有你尽情的拥抱 我只想有你尽情的拥抱 Zither Harp